普渡發財招待好兄弟 共憑你會怎麼處理 網傳民建設公司董娘 開著進口名車到賣場 要把普渡用的餅乾罐頭 統統退掉 秘理師直言 等於不尊重祭拜對象 把求之不得的平安 跟著一起退掉了 鬼月禁忌多 鬼門關14號 更是有好多事不能做 像是前一天晚上 家裡不要放磁鐵 容易讓鬼魂留下來不回去 普渡品要吃完 也不要聽佛經 不要擺有香氣的花朵 玩偶很可愛 但最好得藏起來 好像就是怕說 好兄弟他們會附著在上面 還有晚上不點蠟燭 避免好兄弟尋光而來 不要說再見 拜拜時也不要跟祖先抱怨大小事 更不要送金回向原親寨主 這樣子那個 才不會找有一些好兄弟 然後鬼門關之前沒有回去這樣 秘理師警告 60年來最兇鬼月 提醒民眾當天晚上 不要在外逗留 尤其是兔雞 屬馬 龍蛇 這六個生肖 我們講的就是說 事故點都會是在一個 整個流程的結束前 比如說放假前 比如說收工前 尤其像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七月底的 不過以下這四種生肖 好運要來了 屬馬 屬兔 屬羊 屬蛇的朋友 秘理師說11號開始財運旺旺來 尤其是工作運明顯上升 就像抽中上上千要好好把握 有機會再下半年加新升官 記者劉美麗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